今天有一位 有一位個案 他是在疫苗接種後 有通 有所謂的通報不良 不良事件的部分 那是第二天之後死 死亡 那這一案 他是 八十 八十幾歲的男性 那他本身是有糖尿病 高血壓 慢性阻塞性肺病 慢性病情肝炎 還有 股內出血 冠心症 所以他 他今年1月有曾經心肌梗塞住院 他可以自行走路 那就是昨天 他有自行去 這個社區的關懷站接種疫苗 那不過在 就是第二天 第二天 6月14號上午去接種 15號 14號下午 發現個案沒有呼吸心跳 所以他當時是有家屬有通知 委員所這邊做行政相驗 那 後來 目前是已經 轉通知這個 這個 地檢署這邊會進行司法相驗 預定是今天 法醫會到家裡做司法相驗 昨天我們準備把這個AZ的第二批 在應該是16 16 17 我們在17 會做第二次的一個配送 還是講說讓大家比較能夠掌握這個數量 能夠在施打的效率上能夠增加 那我們今天也宣布在這第二次 在接下來我們會再配 這個莫德納 在莫德納 裡面 我們發到縣市政府裡面 大概會發 6萬3200 6萬3200劑 這 那是要針對 我們現在在裡面要針對 1 2 3類 1 2 3類 是 我們這是要針對1 2 3類的 都可以打著莫德納 那雖然基數 基量數不是很多 但是 那在這幾天 莫德納打的也不算是特別的快 那所以說我們希望就是說 就是6萬3千出去之後 能夠對1 2 3類的有幫助 那另外我們保留 1萬劑 公共交通部 對於這個相關的在 邊境的 在邊境的人員 大家都強調在現在 他還是在邊境 有相當的一個風險 而且要 防止這個相關的可能的變種病毒的入侵 所以在邊境人員的保護 那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會拨1萬劑 直接由交通部 交由這個 機場邊境相關的人員來做施打